第二 由于BIOS设置程序的菜单提示都是英文的 而且专业性很强 若对某一个设置项没有把握进行准确的设置 那么就应该参考该主板所附的说明书来操作 那么实际上在众多的CMOS参数中 只有十几个参数是可以根据需要经常修改 而其他的参数呢 一般都不需要你来修改 不要乱改 第三 就当新装危机 或者是增加去除了某一部件或接口 系统配置确实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或者是当因主板电池失效或计算机病毒破坏 导致CMOS参数丢失的时候 也或者是已有明确的目标 确实需要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需要进行CMOS设置 否则呢 在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呢 不要随意的更改 Bios设置 第二 我们来讲一下 Award Bios的CMOS设置 我们以Award Bios这个例子 来讲一下具体的CMOS设置过程 那么Award的公司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Bios生产厂商之一 Award Bios呢 是目前比较优秀的 也是应用较广泛的一种Bios 下面我们就以这个Award Bios为例 来介绍一下Bios中常用设置选项的含义和设置方法 一 标准的CMOS设置 那么在本设置菜单中 用户呢 可以修改日期 时间 硬盘类型 软区类型 显示系统类型 和导致系统启动暂停的出错状态类型等 通常硬盘类型的 确诊设置 为Alt 也就是自动 那么计算机呢 会在每次启动的时候 都需 检测 相应的 RIDE端口上的设备 以确定设备的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主菜单中的 另外一个功能项 也就是RIDE硬盘的自动设置项 自动检测项 来得到这个硬盘的具体参数 同时呢 将没有 安装的 硬盘类型 设置为 Low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可以在 每次启动的时候 可以节省几秒钟的 就是硬盘测试的 这个时间 第二 我们来看一下 BIOS的性能设置 那么该选项呢 是有关系统配置的设置 那么其中呢 有些设置项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来进行修改设置 一个呢 就是叫 boot序列 也就是引导顺序 那么 该项呢 它指定 引导系统的 驱动器 顺序 那么如果 我们取值为 AC 那么就表示呢 我们先从 软区 A中 引导系统 那么如果 软区 A中 没有软盘 或者呢 这个软盘上 没有系统 我们再从 硬盘 C 来引导系统 那么现在的 新主板呢 还增加了一个 支持CDROM的 引导 那么取值呢 我们就可以 变为 AC和 CDROM的 这个一个组合 那么如果我们把 选为 CDROM AC 那么这样选择 那么就 系统呢 它就会先从 光区 来引导系统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可以修改的 就是叫做 口令设置 也叫做安全选项 那么该项呢 有两个可选值 一个呢 是 SYSTEM 另外一个呢 是 SETUP 那么如果 我们选择 SYSTEM时 那么每次 开机启动 和进入 CMOS SETUP的时候 都要求 输入口令 那么如果 我们选择 SETUP 那么 仅仅呢 在进入 CMOS SETUP 时候呢 才要求 输入口令 第三个参数 就要载入 SETUP 的确诊值 那么当BIOS 设置混乱 或者是被破坏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 进入该设置项 设置程序呢 将使用BIOS 出厂设置值 自动的 完成有关设置 是系统呢 以保守 稳定的 模式工作 那么进入 该设置项后 会出现一个 对跨方 那么只要 介入 Y 并按回车键 就可以完成设置 那么 要注意的是 本设置呢 该项的设置呢 不会影响到 叫做 标准的 CMOS设置中的 设置值 也就是我们 第一项所讲的 设置值 第四个项 叫做 基层 外围设备 设置 那么该设置项呢 主要是用来设置 主板上 基层的 外围设备 接口 属性 例如 Ide 接口 FDC 软区 接口 我